除了三里町农贵, 岛南町农贵也在13号基盘美籍敏感措施 这次来参加农民, 来多数都赠用年三三年, 得到精湛美将行的国公美 因为国公美的拼战不然是过关系, 可感也真好, 属于大家最好困难都差不过这 农贵也特别办传军来国冠军的农民, 希望在未来掌握农费感官得到得到 米的外形不但要漂亮, 香米黏着点点的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农费标准 这次大部分都是选用外公米来参加比赛, 也没因为淹乱天气出现白兜的情形 而且每一组都在水准这上, 也让农生在农费时都感到很困难 今天看起来, 过色的情形是没有, 但是有一盘主要有千七粒 这代表可能是围料的角度, 可能还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今天吃起来的每个品种都很好吃 经过农姓上色的讨论和四星的平衆, 都有农民担油梁在到南地区油梁美籍平坚的冠军 他原本在台北探测, 这当时就回到家来帮帮政产 他也将近的作物看着陆农友在照顾, 农费平衡时都会来農会上客增加资金的地势 这次可以到处, 也让他感觉很开心 吃肥跟那个生长的时间点, 还有那个水分也蛮重要的 这些都是要靠一些那种, 比较长一点的那个技术或是那个经验下去的一期 所以你们都要到我们未来上课? 对呀, 如果有上课, 我们会来那边上课 比较开心一点, 对啊, 然后比较惊讶, 因为没想到会拿冠军 到南地区農会这期的推动多说美 除了年轮三年都就算金赚名以外, 在国外的平坚比赛也都有非常好的信息 而且还有新立中美专屋, 国内農民专行达立, 这会来提升中美的评计 尤其是我们也参加了日本九州的比赛主委, 还有比利时也是得奖 那最主要我们不只在国内之外, 国内还是要往外扩展的事情 隆会也表示, 买得到冠军, 必须要做好对到禅的管理和白糖海的风景 而且美的平坚和外观都要够好, 大家也记得, 这款来主导人的合理 在美来的全国比赛也能得到好信息 记者叉雄林, 彩虹博德